你好,我们是全杰科技,我是高金海 我们现在开始为您做教学展示 现在我们来介绍追寻语定内建的功能 PCA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它如何来 去除影像的一些噪音和阴霾的一些 功能 那我是高金海,那如果讲 不是很对的地方,你就不要客气直接跟我讲,因为我在这边并不是很 专家 OK,那这是我们英文资讯 那我们的结果是这样,假设一个原来的影像档 有这个条纹,阴霾这边,那我希望经过处理PCA处理的 结果能够很漂亮处理成这个样 OK 那我们的walking file的工作档 他是放在 Introductory IP的 档案夹里面 那主要是在这个vnarm 这个里面 他是一个RGF档 他是一个make composition的file 那我们等一下都会开给大家看一下 好跟坏 影像不好,影像跟好 一定的差别 OK 那 功能就在imaging process transfer 在PCA这边会有 那这边就是他的档案 vnarm 那我们在里面你就直接在insert 在这边layergroup 他是一个group 因为他PCA已经一组 他现在这个有7组 7组那个影像资料 那就按这边然后开启 vnarm这个 然后按OK他就出现了这个 然后 你必须要给他一个输出的一个名称 那我们比较简单叫vnarm 然后做一个PC 然后OK处理完之后 追完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 他的影像是在这边 vnarm这边 然后还有一个 drf档 那我们把这个放大来看一下 那这个影像就变得漂亮多了 那你 按一个这个prop property feature property按下去 那就可以显示你的column 栏跟列 那xy他还有他的词 另外你也可以开启 这个 PCA Component 1 这个东西 看看他的结果 好那 这个 讲解的部分 就到这里为止 那我们等一下就开始 做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现在开始把 xpore这边打开 project 他的ID file在这里面 然后他主要 原来的档 他放在这个里面 然后ok 那我们这边把这个开启一下 你也可以用这个来开启 acompletion minup 这种 我们把它打开一下 当然你要看一下它是用什么方式去显示的 当然你要看一下它是用什么方式去显示的 ok 然后我们把它关起来 我们来开始做这个PCA imaging process tools for mission PCA ok 那我们这边就要开启它了 那在minup就可以开启 那一共他有7个 这边看起来一共 6 6 ok 那我们在这边 我们把 这一个 那我们把这7个 一共有7个 我们把这个 输出我们也用一个名字给它 然后给着完整的输出来看一下 报告文字 那我们输出看一下 ok 那这边 那这边完整的报告7个就全部在这里面 minup 1234567 然后tmode var variance 跟covalence 不是它matrix 它的component IgonValue IgonValue ok 那我们先把这个给关起来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看一下 我们在这边我们先 弄 全秀 然后再回来一次 这边就发现了7个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 这是第1个 第2个 第3个 第4个 每个坡段 都把它做出来了 每个坡段都把它做出来了 那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这7个坡段 来看看它有什么差别 来比较 比较 第1个 跟这1个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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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个 那在实际上它两个并不是 相等的比较 因为principal can't go on 在重计行动它是一个旋转桨 那 这是好玩的来看一下 OK 第6个 第6个 第6个看起来就差很多了 第几个 所以我们主要是 几乎是抓前面这几个 好着来看就好了 因为主持人分析到说你要 取个IgonValue 事实上在统计行动上就是 远大于你的是最好的 在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这个展示就到此结束 谢谢 全杰科技 谢谢您 再见